9月16日,电影《爱卫央》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首映仪式 制片人汪紫棋,导演李松霖,协主演慧英红,郭金,傅少杰等一同亮相 知名导演唐继里也是意外现身红毯,为该片的上映助阵 在片中,慧英红饰演的是一位遗族吐司的女儿 这对一位香港演员而言,要扮演这么一位少数民族女性确实很有难度 不过洪姐对此相当有信心 有难度,当然有难度,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有一点点是对这种研究不多 可是我自本身对这种研究我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对我来说是去到现场的时候 我会看到当地文族他的一些文化 或是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言谈,他们的举止 那我就学一下,应该出来蛮像的 大家都知道洪姐是满洲正皇旗嘛 其实她是一个公主来的,是一个贵族 而她片中演的这个遗族的这个吐司的女儿白山茶 她也相当于遗族的公主 所以我觉得一定有相通的地方 作为第一届和第二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 慧英红如今片约不断,人气更是水涨船高 不过为了自己喜爱的剧本,洪姐自爆愿意降价出演 那我很少拍一些民族的血泪的一些感人的故事 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嘛 对中国有时候有一些历史的文化 应该是推广给年轻一辈的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OK啊 价钱其实并不是在我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那能够有做一些有意义的拍一些好的剧本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 主办方还透露作为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献立影片 爱卫央将于十一月召开前后在全国供应 同时全国高校影评大赛也将全面启动